2024年再说一些可能会出现的事,不过未必会出现 在印太地区,这个是美国的叫法,印度和太平洋 建立一个北约组织行不行? 北约传统来说是对抗苏联集团的一个欧洲地方的联盟 为什么要抗争去亚洲呢? 这个也是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这是一个变奏版本 去到亚洲做这件事,就是将美国的保护安全的雨伞 北断扩大,为什么呢? 以前来说是针对苏联,所以在欧洲 现在最大的对手不是苏联,不是俄罗斯 虽然俄罗斯现在都很强,他说自己 但是问题是不需要说自己的,谁都知道中国比俄罗斯更加可怕 对于西方来说,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基础 和军事力量,加上意识形态也很有力量 所以西方又再在现在能力有限的情况 也作了一些幻想 做不做一个北弱的国家呢? 如果北弱的话,最大的功能就是 迫使今次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 因为它是五次东抗,迫使俄罗斯基本上无路走 所以这件事不是和乌克兰打仗,不是和乌克兰斯基过不去 而是和整个西方的总船长 好了,如果你今次说 是不是可以建立这个亚太地区,搞这个北弱呢? 你就是和中国 想搞北弱东抗威胁中国 你猜中国会怎样反应呢? 好了,先不要说中国是怎样反应 你对抗不单是中国,有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如果你不得紧,这条线自己会收缩 他们当然给了一个污名化的意思 就是邪恶俗心 邪恶得过你们这帮西方殖民主义 现在轮到你走的末路,仍然有野心 仍然想搞印太北弱 当然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首先,朝鲜自己已经有一个远程的导弹 在一千公里之外 可以射到日本海 这个也可能有更加强大的导弹 和他们的卫星力量 可以直接白挤美国本土 所以你说你敢不敢用这个理由 去进行北弱东抗 说明是针对朝鲜呢? 朝鲜会更加多的,更加会激烈的反应 所以说东京大学 学者就说 冷静以来来说 搞印太这个 北弱不是说不好 对的 不过现在就出现了问题 似乎现在西方的 号召力量有限 看到美国 这次红海打算吹鸡也好 很多人都不敢去 或者不想去 或者不舍和你去 不舍和你去的法国 不敢去很多的 勾了国家 因为有什么事 上来的时候 可能会烧到他自己的答 例如你那个恐怖袭击 和一些极端的武装力量 去发生这个 矛盾的话 很多事情是真的是黑天鹅的 你猜不到 所以 都不敢去 但是美国就是很想 优而为之 就是我继续打造这个北弱 去控制这个亚法地区 特首最大的盟友 去对抗中国 和他中国的 所谓后面的 邪恶力量的 构思 这些人说 方向正确 不过 你想多了 现在基本上 另一位日本学者 就说 極其困难 因为好主要这么说 首先 一件事就是 东盟这个国家 会不会可以加入北弱 就是 这种组织 不会的 因为他自己可能组织起来 不需要 有外来的 所谓 给一个 安全 散离 除了新加坡之外 东盟是自己的力量 不会受你控制 还要加北弱 你要加 你要加会费 会费就是要提高你的 军事力量 提高你的军事预算 每年 要买美国武器 很多制裁 欧洲为什么会那么多北弱 除了有俄罗斯 苏联 事实在说俄罗斯 是苏联 当时在冷战时代的 矛盾 还有 欧洲是美国的半殖民地 因为经过马歇尔计划之后 很多东西是由他辅助 还有美国在欧洲重大主军 借 冷战之名 所以 欧洲是不正常的 但是亚洲地区正常得多 除了新加坡是有美国的主军之外 其他的地方 例如印尼 或者你 在越南 我想 你很难做到这件事 何况有中国这么强大的 有主场之理的 新兴的一个 领导地位 的国家 所以说印太这件事 他们自己都问自己 其实 都是得过港字 没有什么情况 令到大家去乐观 有一个很大的组织 可以牵制着中国朝鲜 伊朗 这个就是 非不能也事不为也 还是怎样说 总之 想想想算 这个构思 还有就是说 现在有篇文章 连这个社评 都好像梅多美杰夫 说 为什么西方 欧洲 为什么有病 这些文章 是值得倒讀的 社评 又说 平安 为什么不平安 西方有苦心自问 就是说 其实 去回国的情况之后 数回了 最近的黑天鹅 大家要conceptualize 你需要一个 过令化的思想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 西方的不平安 你做一样数 我不在此数 这些时间有限 我告诉你 过令化就是说 他们已经走到西方 文明之末 近代工业化 和西方三百年文明 已经走到末期 已经是无以为计 在很多文明里面 他们说 以往靠战争和略断的手段 已经不能够控制这个世界 因为用军事行动 用霸权的思维 去控制这个世界 是不行的 除了他们的角力 已经是 虚耗了 相当之大 他们的产业 叫做虚拟化 之外 最大一个的黑天鹅 当然是历史黑天鹅 就是 中国 迅速的 复兴 我不会用这个 叫做崛起 解释 崛起的 我们形容 美国才叫崛起 这个是欧尔班 波加利总理说的 今年 7月 他在下令营里面 发表了谈话 你不要经常搞乱 为什么要中国崛起 美国就崛起了 美国有二八年历史 在这一瞬之间 是一个 时势 做了这个 英雄出来 因为西方的三百年 这三百年 都有文明 美国崛起 中国 是復兴 欧尔班 用回中国观 正确 虽然欧尔班 是 香港人的总理 中国有五千年的 法 历史 这个就是他的底蕴 亦都说 为了五千年 历史文化 怎会 造就到 中国的 中国式 现代法 说来华强 也不跟你说 他最大的论据 就是 因为这个文明 是五千年 未终断过 所以在这么长的时空来说 有一百年 或者有一百多十年 中国遭遇到一些挫折 基本上是 我们叫做常态 今天是不值一提的事 是他整个五千年的巨轮 继续维持 中国是一个 强大的文明 所以说 现在看到的中国 欧尔班说的 就是说 你看到现在所有的汽车 IT 所有东西都追上去美国 这件事就是 常态 回复到常态 这个就是 西方对 很正确的一个中国观 这个是网络拜的中国观 当然 你可以不同的看法 关于 汉学 这个 法国 港澳公司提出 有个人 叫做 雷慕沙 看学之组 看学之组 他是法国的 安学家 他首先 搞这个中国研究 又说出来一件事 有机会他说一件事 就是宋世文化 总而言之 西方走到文明的末端 即是说 那一瞬之间 用这个 现代工业 带起的文明 已经无以为计 这个世界再不能够 略复和用这个殖民地去控制 所以说 你亚太的 不如他搞不成 最大原因就是 因为中国 已经是 一个变成 回复 他一个的 领土世界 这个角色 美国 应该很难挑战 虽然他 尽力挑战 暂时 不要说错 没有中美 叛和 暂时 所以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黑天鹅 就是因为有中国 所以说 在未来来说 美国 要害怕他自己 为什么不派平 其实 我认识不说那些细节 为什么有 巴尔战争 为什么会有 河乌战事 为什么全世界都视 这个西方 是破坏力量 就是因为 他走到文明的末端 他再维持 他以前的想法 就说这个世界靠恶 就行了 你恶不完 因为有中国 中国那么强大 我跟你说 为什么中国是跟你 走两个不同的极端 你又要殖民掠夺 还有就是 赢家 赢家通吃 和这个丹免治 中国就说 我人里没有共同体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是不是 不兼容的 不兼容你跟我斗争 有什么本事 主要是本事 美国说 我当然有很多本事 比如说 我昨天也说了 他们的 半导体都控制了 身边都控制了 但是谁知道 就是 有位学者就说 如果下一个的技术世代 是斗AI 斗这个所谓叫做 新成识的 的AI系统 新成识 不要比较 就是机械学习和深度学习 即是这个旧的 AI的繁识 AI的繁识 现在他们吹得爆 就是check GDP 就是什么年度人物 你吹吧 原来AI需要 很多不同的数据 你才更加聪明 更加优称 更加有新一代 所谓的 新成识的智能 如果你吹到check GDP 这种模式 是天下无地 你需要升级的话 你需要很大的 数据库 这是其一 第二 你要消化的数据库 就不是靠你能力 是靠电能 电力 所以一个AI 这种消耗 可能等于一个国家的 一个总体的 电能的消耗 现在用现在的模式 是做不到的 现在用传统的能源 是做不到的 中国就是有太阳能 很先进 中国的能源 就是 最大的太阳能源 就是在西部 它将西部 变成一个很大的供电地方 在那里做的资料 是东输往东 这个 东部的沿岸 所以中国这种很纯续 尤其是太阳能和新能源 也是中国的自然线 所以如果你要发展 和我斗AI的话 你能不能够电 这个不是说 这种开竅 就是 科普斯的文章 解释 你能够够电 够电的 你要先生一代的电力 没有你 讨论GDP 你能够讨论 你能够讨论 现在做了年度人物 连 OpenAI的 手席科学家 都说做了人物 你全力了 只是宣传而已 所以说你马上走到文明 没有那么末端 你再在那里再吹什么 一定要向中国的 现在主体所提议的 中国的现代化 就是未来文明的框架 西方人是走不走不动 所以他平安赢不平安 所以每得为傑夫 祝你圣诞快乐 问你是不是有病 西方人有病 不需要 解释 如红海 已经搞到 基本上 都要入ICU 的时候 你搞了直迫骆驼 你兜了好网角 上回去 你还要被人 建制 把你两头一撒 就进入ICU 你基本上 可以去 潜中 诊所 不过不是的 这个世界是要 辨证快的 始终 亦可能有些解决之道 比如说 巴尔 如果很稀劑性 解决了他的方案 以色列 修检了 美国 改变了他的策略 可以令到一些 平复 大问题 不知道 黑天鹅 可以飞上来 好了 2024 究竟黑天鹅 如何走呢 我最后也要说一句 大家读回中国文学 有几句说话要提醒 要在2024年 2024年说回 作为时事界的话 任意为界 叫做 此艾之子 直居乡曲 兼文有效 就是 遇事凡事有益冊 众者十一 众者八九 这些 就叫做下重与兵 和坐井观点 现在西方资酒 企图带我们 去一个井 看世界 刚才所说 黑天鹅 就是中国的 防备产 年轻人的 消费 失业率 消费与费模式的下跌 这是一个 通通 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 直居乡曲 直居乡曲 即是他自己建的西方 世界 看天 看天地 还带着你下井 和你一起去观天 对不对 凡事最好以益冊 众者十一 不中之八九 所以为什么又发天鹅 中国文学 我靠背 背到牙污 所以你还记得那些数据 但是 是 此言之此 直居乡曲 凡事好以益 建民有限 凡事好以益冊 他们不想 将西方的文明 抛弃 他们依然 不想看中国识 不想用中国的视角 去看这个世界 对不对 这些就是 坐井观点 从不得已 很多人跟着他走 的话 如果我们的 评论 我们的建民 都跟着他走 还是这么精神西方人 2024 2024 你一定会见到黑天 大家好 巴士的步 除了在YouTube 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 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 不是好知道 网上订阅怎样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鹿羽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鹿羽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 搜寻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